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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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为什么一进入到春天就是天气一干燥 我们身体上也开始出现干燥的反应呢 是不是跟这个明确的气候特点变化是有关系的呢 应该这么说实际上是中医更讲到人跟自然的密切关系 到了春天大家都有一个体会 春天是什么 在北方尤其多风少雨 气候干燥 春天是多风 中医认为外感六因邪气的风邪 在春天是主气的 那风是什么特点呢 咱们经常说空气的流动就是风 刮风的时候会感觉是什么 咱们洗的衣服很容易干 说明什么水分子蒸发比较快 不过说你没有考虑季节的情况 你又多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 还有一个呢 少喝水 少吃蔬菜水果 容易造成的这时候呢 人体的更容易出现这种水分蒸发内热产生 所以很容易上火 就是刚才咱们的你那个画面上是那个很容易上火了 这时候春天呢就容易出现一派的造像 场上观众提到的一些症状和嘉宾提到的症状 算不算是燥的反应 嘉宾提的症状有些是属于灶 有些是属于火 这是有区别的 那灶的这种反应到底是什么呢 灶的是一片干燥的表现 就是不见得是上火 你比如说口干 舌干 烟干 还有一个呢皮肤干燥 这些都是属于灶的表现 火可能就是 刚才有的嘉宾说长痘了 那就是火的表现 所以说中医讲的这个灶跟火 灶是应该是火之箭 火是灶之极 程度不同 也就是灶比火要清一些 一年四季吧 经常说春温下热秋凉冬寒 程度不同 春天咱们来了 叫春温 夏天呢叫热 热就比这温 程度要高 灶跟火是什么 灶就是热的前灶 而火是灶的后背的结果 当然你要是春灶 你可以处理的很好 防春灶你就做得很到位 那可能到不了那种火 但是很多嘉宾说了 那可能不知道养生之道 那不知道做一些功课 那可能就到了上火的地步了 所以从这点来说 程度不同 是灶跟火的区别 那到底什么样的反应 算是灶呢 中医认为这个灶 分了粮灶跟温灶 粮灶跟温灶的区别是什么 粮灶大多是在春天之初 而这个温灶大多是在春天 已经到了初期过后的那个时间段 第二个 温灶跟粮灶的区别 温灶是热相比较明显 你看 痰棉不易咳出 而且痰中可以带血 那就是热相比较明显 而这个粮灶是一般无痰的比较多 而以口鼻干燥为主要症状 第三个 温灶是雾风比较严重 有深热 而这是雾寒 什么叫雾呢 就是怕风 温灶是怕风的 粮灶是怕冷的 所以说这个程度也有一定的区别 那刚才有一位观众提到 一进入到春天 觉得眼睛干涩 还有胃风流泪 您说它这种算不算是灶的一种反应 也算 中医讲的灶的表现在哪 五官 其实更多的不是指内脏 人的灶的表现 五官是什么 眼睛 鼻 耳朵 口 从这几个达成耳朵的表现的症状 还偏少一点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因为他是本身就有肝病 中医讲春养肝 而他表现最明显的 一到了春天 他那眼睛痒得不行 而且看东西也觉得迎风会流泪 还有一个呢 看东西也觉得视力也不好 一到春天 他会这些症状都加重 实际中医认为这是你春噪有直接关键 而是跟风血有直接关键 因为痒的症状中医认为都从风血来治 包括咱们的蜻麻疹 花粉和花粉过敏 还有你说的这个春噪 都是风血造成的 那像俊成医到了春天 有些流鼻血 这个算燥吧 这也是燥 鼻子实际在现代医学认为 鼻部的血管比较丰富 五官的血管其实都很丰富 第二个呢 血管都比较浅 浅的这时候呢 当你出现鼻子干了 你就要及时补充水分啊 补充维生素啊 补充水果蔬菜 如果不到位的情况下 就容易出现鼻子很干燥 花粉的时候一多 那更干燥了 所以你一使劲 醒鼻涕或者什么 一咳嗽 都可以震出来的消息 毛细一会儿的破裂 就造成流鼻血了 中医更多是叫鼻腻 也就是说咱们到了这个季节 就无论怎么样的 这个直接饮水 还有就是外界的这种补水的方式 还是会觉得身体从里到外的肝 还会出现一派热效 这个就是噪的特别明显的一些反应了 那您刚才也提到 其实补水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咱们来看看补什么样的水 缓解噪的效果更好 看第一个问题 所以以下哪一种水 可以有效地来缓解纯噪呢 煮萝卜水 还是蜂蜜水 还是煮梨水 好 前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一般煮梨水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 是应该秋天吧 是吧 煮秋梨糕啊 秋梨的那个水啊 是比较好的 秋季和春季都很干燥啊 但是 这个不同的节气 就要吃不同的东西了 聪明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蜂蜜水的可能性比较大 或者说这个煮梨水也有可能 我前两天 因为我泡完温泉回来 就觉得很燥 就很热嘛 然后完了那天 我们同事在一块聚会 就晚上玩得很晚 两三点钟 因为一到晚上 只要熬夜 我肯定上火 我就感觉到我嗓子这儿就开始 就疼了 就那种上火那么疼 然后我回来 我什么的事都没干 我就干了一件事 拿冰糖煮了个铝水 然后煮的量比较大 但是我是晚上喝 早上起来又喝 立马就好了 效果非常明显 效果非常非常明显 那我的这个表现 可能就像刚才大夫说的 是燥 还没到火 所以我就及时降噪 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孔大夫自己给自己看病了 好 我们看看一百位观众 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情况 一半的观众认为是煮梨水 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观众 认为是煮萝卜水 也不错 那好 我们看看 中医专家的推荐是什么呢 当然是 要喝蜂蜜水 才能够有效地缓解春噪 对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 煮梨水和煮蜂蜜水 对吧 同样我觉得这两样都是有这种滋润的作用 那你为什么推荐蜂蜜水呢 先说你说这个是梨水跟萝卜水 那它们俩为什么我不推荐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梨水呢 更多是用于秋天的 刚才男嘉宾说的 秋天还有一个灶 有春灶有秋灶 对吧 秋灶用于煮梨水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但是春天可以用 可以用这不算错 只是说更适宜的是蜂蜜水 而梨呢实际在那个它偏于寒凉 所以那你要说在这里边 咱们讲过一个有一个凉灶 还有一个什么 温灶 温灶可能用煮梨水可能就可以 但是说两个都可以用的还是蜂蜜水 第二个呢说咱们那个萝卜水 萝卜呢实际上咱们上题曾经说过 它有消失导致啊 宽凶理气通力大小便 其实对于也是偏于热的 温灶效果可能比较好 那从这点来说呢 只有这蜂蜜 我认为温灶凉灶都可以 而且蜂蜜有什么作用呢 在本草钢目中 其实黄帝内经中也都论述过咱们这个蜂蜜 它有着清热解毒润灶的功效 也就是说清热的功效 春天容易产生内热 最主要是润灶 蜂蜜呢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润肠通便呢肺与大肠纤表里 而肺又主皮毛 所以把这个内热及时的排泄出去 又达到了滋润的作用 所以说从这点来说 两者兼而有之的 咱们的蜂蜜效果最好 像我家里有糖尿病人啊 这个蜂蜜它这么甜 它怎么能喝呢 这蜂蜜它太甜了 可以选择五汁饮 这五汁呢实际上 你看都是含水量 一较高的有润燥作用的原材料 比如大牙梨啊 甘蔗啊 笔气啊 白萝卜啊 鲜芦根 鲜芦根大家知道吗 我知道 那种粗的 比甘蔗细一点 经常说鲜根 它鸡头里 那个沙家帮里面有那个 对对对 这个在中药店能买得到的 能买到的 鲜的 而且它那个滋润的作用非常好 有滋阴清热生津的作用 这个可以用于什么 你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慢性病 比如糖尿病啊 什么都没有 都可以用这个 当然用于发烧的病人 也可以煮这个 因为发烧病人 王老师内热就比较重了 内热外干发烧了以后 用它既可以清理咽喉 又可以推热 还补充人体的水分 这样呢 缓解口渴 缓解春灶 有很好的作用 就把这五样东西放起 一起煮水就行了 对 然后主要是喝那个水 是吧 对 主要是喝那个水 这东西吃吗 东西就不吃了 那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那点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这个灶积攒到了一定程度 它就变成火了 对啊 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春天 格外的感觉到某一些同志 这个脾气就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点火就着 平时性格还可以也挺温和的 但就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 特别易怒 你说这个是不是跟那个灶啊 什么干火上延有关系啊 有关系啊 因为春天咱们曾经讲过 春养肝下养心嘛 春天干火虽放 所以我在做门诊部主任的时候 做我们医院 春天你知道吗 健康人投诉都多 为什么 春天它实际是什么 冬眠了一个季节了 这时候就主动了 春天又是天气很干燥 干燥会 人会怎么样 脾气变成急 脾气急了 稍有不顺心 看不顺痒了 那可能它就容易潮起来 所以春天 实际发干火的人最多 那就得来看一看啊 既然这干火 也是造了一种表现 而且是很严重的一种表现 那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 应该怎么去调整呢 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急躁易怒的人 适合喝以下的哪一种茶呢 桑菊茶 还是金银花茶 还是黄旗茶 好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我觉得首先我会排除掉这个黄旗茶 因为我记得咱们有一期节目说过这个黄旗是补中气的 我觉得金银花呢也是一种下火的 这个桑菊呢也是下火的 所以我拿不准啊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100位观众的看法如何呢 一半的观众认为是金银花茶 还有呢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是黄旗茶 那到底对于脾气不太好的朋友 点火就找的朋友 春天的时候该喝什么茶呢 等一下广告让专家告诉你 无限级提示您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春天以来百花香 旧式气候惹人烦 口干眼干皮肤干 整天犯困还脾气长 难受的要死 最影响工作 健康之路为您介绍 如何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春天 欢迎大家回到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既然春天啊容易干火旺 那就得喝点茶 将将火 喝哪种茶合适呢 答案是 喝桑菊茶 那个王教授 是那个桑菊茶 就是桑叶和菊花放在一起泡茶 在茶饮 为什么您推荐这两个在一起泡茶呢 首先大家知道 春灶的形成其实跟风险有关 而实际上咱们那个桑叶 有疏风清热的作用 而实际上那个菊花呢 是针对春天养肝 要灭肝火 要清肝明目 所以这两个组合 是应该是春天的首选 这是黄芪 黄芪刚才男嘉宾说的很好 这肯定不能用黄芪 大家选的也不多 因为这个确实 补气的作用很好 但是春天本来就上火了 再补 这火更大了 这是金银花 金银花使劲 大家我不知道见过 真就是金银花树 真的 它是金银花两种颜色 同时在一个树上开 对 这是白色的和那个纤黄色的花 在一只上 特别漂亮 对于清热解毒 有些预防流感 治疗我们的感冒 也都经常用的一种 常用的中肠药 这是桑叶 这个桑叶 其实咱们当然说 鲜的可能更好 这干的呢 咱也可以 因为到了春天 可能一开始 还没有新鲜的桑叶 你用它就可以了 主要是去风的 对 它去风的作用好 菊花实际清干明目 应该是春天 应该多喝菊花啥 因为春天容易出现什么 干火 而且眼睛容易出现 眼睛比较疲劳 或者迎风流来 用这两种组合 来春一杯水 带茶饮 每天喝那么一杯 对于缓解眼睛的疲劳 清干明目 还可以抒风 防止皮肤的搔痒 都有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眼睛的搔痒 所以从这点来说 这两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刚才咱们说的 都是刚火旺的一些表现 对 可以喝这种叫桑叶菊花茶 来缓解问题 除了这些 带茶饮之外 能不能吃点什么东西 也能够从内而外的润起来 中医奖 其实在春天多吃青菜 就是很好的一个养肝 防止干火 旺盛的 防止春造的 最主要的方法 其实咱们 比如推荐的像春笋 芹菜 其实梨 这些都可以 还有一个是咱们 粮造 其实推荐的 应该是用百合 蜂蜜 绿叶 菜 这些都可以 也就是说 大家分不清 温灶和凉灶 只要你有灶的症状 表现干燥的 口眼 舌头 腌 干的这种症状 口干舌灶 咱们就都可以 多吃蔬菜 多吃一些绿叶蔬菜 对于春天养肝 防春灶 都有一定的作用 您看刚才 我们28号的阿姨也提到了 到了春天的时候眼睛干 还痒 还会流泪 那刚才专家也提到了 其实这也是灶的表现 而且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灶 叫肝火上眼 引起的灶的一种表现 那咱们来看看 通过学位按摩 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看下一个问题 春季的眼睛干涩 可以适当地按摩 以下哪一个学位呢 光明学 内观学 还有营香学 大家对三个学位 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我们通过一个图示 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第一个选项 这个光明学 其实是在脚腕上 第二个内观学 是在手腕的地方 第三个营香学 就是在鼻子的两侧 到底是哪一个学位 能够缓解眼干呢 来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我试了一下 按这三个部位 就是按这个地方 它有反应 眼睛有什么反应 就是舒服一些 你就感觉到 眼睛舒服一些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做眼保健操 是吧 好像按到过 这个附近的这个学位 对 反正没什么按图 对吧 咱们怎么结 是吧 最后有个什么轮刮眼眶 前面是什么 那个什么 几岸精灵学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在咱们脸部周围的学位比较靠谱呢 对对对对 就都离得太远 这按的没反应 我觉得是应该在脸部的 好 那就是只能是营香学了 对 在这个位置 鼻子旁边 是 好 那我们看看100位观众的看法 差不太多啊 选择营香学的呢 是最多的 那到底按哪儿能够缓解眼睛干涩啊 缓解这个灶的反应 答案是 答案是 光明学 那要说光明学的话 就是在腿上 刚才那个图示不是飙了吗 大概在脚踝上啊 这个位置 这为什么要玩这个学呢 我们就请合博士 邀请一位中医师呢 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身体上哪些学位 如果你要是适当的按摩的话呢 就可以缓解灶的一些反应 好 邀请 好的 小姐 这个按摩学位也是可以缓解春灶的 那么究竟哪些学位有作用呢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光明学 还有没有其他的学位呢 现在啊 我就要提升来一位专家 他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 附属东方医院针灸科的杨文晶医生 有请 杨医生你好 我老师你好 你好 刚才啊 在题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这个光明学啊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还不太了解 跟我们讲一讲光明学吧 光明学呢 是位于我们的足少阳反经上的一个学位 小腿的外 我们的外怀 外怀 就是摸到这个怀 这个怀关节的这个骨头 上五寸 这个位置 五寸 四横指就是三寸 对 然后再加 三横指 三横指 两寸 就是总共七横指 我们来比划一下 就是在这个外怀肩上 五寸的位置 对 这个叫做光明学 那么这个学位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它是治疗一个眼疾的 光明嘛 咱们看的东西 然后看的很清楚 是不是觉得很光明啊 前面一天 就是这个位置的按摩啊 还有可能缓解这个眼睛 干涩的这种造的情况 除了这个光明学 再给我们介绍其他几个学位吧 身造呢 咱们主要认为跟风鞋是有关系的 第一个学位咱们也来找 是胆经上的另外一个学位 在我们的大腿的外侧 垂壁的时候 中指指尖的所对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学位 然后就是我们中指 中指指尖的位置 你知道这个学位叫什么吗 这个学位叫做风势 风势 风势的话呢 咱们主要认为 它可以知道一些风鞋的一些 导致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一些这种 咱们说下肢受风了 大腿的外侧疼痛了 或者这种情况 对 我们就自己按摩这个学位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用指尖来按摩 中指直接按摩 同时呢 也可以这样垂垂 对 敲打胆经的学位 都可以起到疏风的作用 就是这样啊 还有没有 咱们再讲一个 跟风有关的学位呢 叫做风驰 风驰 又是姓风的 在什么位置呢 在我们的脖子上面 我们转过来 跟大家讲 在我们的脖子上方 入这个发际呢 大概一寸的位置 就是在我们两个这个 我们说的凶手乳毒机 两个大筋的内侧 这里有一个两个坑 我们可以先找到 这个凶手乳毒机的基件 这里 在这个基件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筋的内侧 有两个坑 就是风驰 这是风驰学 左右的风驰学 那么这个学位按摩 有什么作用 咱们刚才说了 刚才28号观众嘛 说这个眼睛容易出现疲劳 觉得这个到春天的时候 老是睁不开眼睛 那么按摩这个风驰学 就可以清干明目 这个意思 首先是刚才我们题目当中 提到的光明 那么其次呢 还有风式风驰 希望呢 能够缓解观众朋友 一些春噪的情况 来 谢谢杨医生 谢谢 好了 小季 好 谢谢两位医生的介绍 刚才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像口肝啊 眼肝的一些缓解的好办法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肝啊 挺难应对的 就是皮肤肝 因为这个面积太大了 从头到脚都肝 我不知道就是 当你们两位 在出现皮肤肝的时候 尤其是身上已经开始起各种各种各样的那种小疹子 你们俩有什么好办法缓解吗 挠 缓解是越挠越痒 我前不久就是起过这种红疹子 哎呦 痒得我实在是难受的要死 还特意影响工作 特别录像的时候站在那儿 我还有个镜头在那儿 快替他摸一下了 后来没办法 以为你在跳新疆舞呢 没有办法了 去医院 然后医生他们开了很多的药 涂了以后还真有管用 就是涂那个万用药膏 对对对万用药膏 医生医院他们自己研发的一种 就是润皮肤的一种药 说春天看这种皮肤病的人特别的多 我得问我们现场的观众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应对皮肤搔痒 用姜 用姜切成片擦 这种透明草 这个香草 这个仪洗 最后我们用的牙膏一起摸 这次就好了 感谢我们厂商观众 给我们提了这么多的主意 如果我反过后来 得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专家 你觉得这些方法靠谱吗 用肥皂和姜 我觉得这都不适合 也没有缓解皮肤搔痒的作用 其实皮肤搔痒 你得根据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比如说有的人 就是皮肤干燥的体质 那你用洗澡的次数还选择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再一个可以用一些护肤的用品 但是单纯用姜 第一 你要皮肤整个都搔痒 全身擦起来 擦不过来 对吧 第二个 要局部就一块搔痒 你得看看是不是皮肤病 有没有皮炎 有没有湿疹 还是其他的什么病 我觉得中医也好 现在医学也好 更多你要辨明原因 是春皂造成的全面的皮肤搔痒 还是局部的因为病造成的痒 要分清以后再用选择不同的对应的方法 那好 咱们来看看中医 有没有什么小妙招 用完之后就可以缓解我们身上由一臊所引起的痒 看看下一个问题 用一下哪一种水擦洗可以缓解皮肤搔痒呢 淡盐水 橘皮水还是花椒水 好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我觉得这个淡盐水可以试一试 这个橘皮水一般是泡着喝 但是擦皮肤我还没听说过 花椒水是做菜用的 到底能不能擦在身上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我来告诉你 我小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 小时候我和我妹妹两个人 经常有时候去草丛里玩 或者去别的地方玩 回来以后本来是挠一块 然后满身上下就跟发一块一块的 像烂鸡一样的你知道吗 就越挠越痒啊 越挠越痒 然后小时候那会儿不像现在这么 对孩子那么在意 说有哪有这不舒服赶紧送医院 那会儿就能自己在家处理 就自己处理 然后我觉得我记得我当时 我妈妈处理的方式就是 立马打了一盆水 然后里面放很多盐 化成单盐水以后 然后让我们脱光了 在里头洗 然后使劲地洗一洗 半个小时以后 慢慢地红的就退掉了 然后一个小时以后还真有效 那是虫子咬的 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皮肤骚痒 也可以缓解 对 在我的记忆当中 而且出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所以都是拿这个方法处理的 我会选A 好 那咱们来看看 大家的看法如何呢 选的最多的是花椒水 也有三分之一的观众 认为淡盐水也可以缓解 那到底有哪一种水 擦洗身体更好呢 稍微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告诉你 欢迎大家回到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们强调的是春天啊 由于灶所引起的这种全身的骚痒 甚至呢是起了疹子 中医呢有一种好办法 是可以用这种水来擦洗身体 用哪种水呢 答案是花椒水 这个应该是一个小妙招了 为什么用这个花椒水 然后泡擦就可以缓解骚痒呢 因为中医认为这个花椒呢 有那个质痒的作用 去湿质痒 还有沙虫的作用 当然在这里边更多选择它的质痒作用 所以说你看我这个 咱们其实就用这种花椒 咱们大家家庭中常用的 然后煮了这个花椒水 然后拿那个什么棉签 用于那个就是 比较骚痒的比较严重的部位 蘸这个水就可以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皮肤表面 痒得比较厉害这时候 那我就用这个轻轻地擦就行了 当然是这个要保持局部的干净 什么情况下不能擦 皮肤有破损的 不要擦了 在一个你没真正的皮肤病 它跟那个春葬可能还不一样 就是一个单纯的痒 没有破损 也没有特殊的皮肤病的情况下 用这花椒水止痒 效果是非常好 花椒还有止痒的作用 对 以前不是说牙疼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就含一颗花椒 它的指头 那是麻的作用 它还能止痒 对 实际上还有沙虫作用 所以说这个花椒呢 应该作用是非常多的 还有温中散寒 所以说在这里边 更是起到这个止痒的作用 当然说你看那个淡盐水 刚才孔曼说的 其实对于清洁皮肤 也有一定的作用 当然说你这个淡盐水 肯定你是用温的 所以当时可能也会缓解 皮肤的那种痒 但是它止痒的作用 远不如咱们的花椒水 当然用那个沉皮水 那就是绝对不对了 因为沉皮在中医来说 橘皮中医更多是叫沉皮 实际上沉皮有什么作用 要止咳化痰 还有一个合胃的作用 所以说从这点来说 对皮肤病没有任何作用 那要是如果大面积的 这个浑身都痒的话 是不是咱就得把那花椒 得多煮一点水 然后把毛巾扔进去 就这样擦了 也可以 我觉得这种方法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两个前提 第一不能用的太多太浓了 皮肤不能说刺激太大 第二对于皮肤破损 不要拿这个擦 也就是说这两个前提 有的情况下你说的 拿这个毛巾都沾着擦是可以的 那您提到一个量 那每次泡那个花椒水 得用多少啊 看你是你比如说 这个就用10克到20克 煮的水就可以了 这应该说就是泡水里边的这一些 还差不太多 如果要是泡全身的话 就得是两份这么多 对 小孩子就是三分之一份这么多 对 三分之一就够 好吧 还对就是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不是经常刮风吗 像北京这样的 沙尘暴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刮风以后吧 你就觉得身上也不太舒服 像我就喜欢每天 就回家洗一个澡 但是上次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大夫就说 他说你这皮肤病吧 我还跟你们说 你们女孩子们讲究 天天洗澡 还拿那个搓死定搓 你们把那个皮肤 那个保护膜全搓掉了 我可告诉你 在这段时间之内 你最好是三天洗一次澡 而且能不打沐浴露 就不要打沐浴露 这是医生告诉我的 我不知道这个道理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为什么 就是说不能每天洗澡 而且还不能打沐浴露 因为人体的皮肤 都有一个保护层 就跟咱们牙齿 有保护层一样的道理 保护层 你经常被破坏 它没有保护皮肤 免受外界侵袭的这种能力 所以说每天洗澡 我认为春天 两天到三天是适宜的 因为你的有些 人体分泌一些油脂 实际上也有保护皮肤的作用 不要光看到它有油啊 或者说有一些杂质啊 对皮肤有损害 但是它有保护作用 所以说我觉得到了春天 你洗完澡 两三天洗一次 然后并且呢 洗澡的时间 不 掌握在两三天 不要太勤 还有一个呢 洗澡时间 有的人 我发现我的一个小朋友 就跟我说的这个道理 他一洗澡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这也不对 时间不能太长 太长其实对皮肤的损害 也过大 一般当然说男女不一样了 但是说洗澡 我觉得半个小时足矣了吧 所以像我们男士 也十分挺有保护 再一个水温 也不要太热 就是如果说太热 太凉 对皮肤刺激都很大 所以要适度的温度 你比如说 35度到40度之间 我觉得就可以了 再一个搓澡要适度 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那时候记得 跟那个几个小伙伴洗澡 特爱搓澡 说的皮肤都红了 才觉得舒服 但是搓完了往往 留下一个什么后遗症 我现在只要洗完澡 就容易皮肤痒 不洗都说到不痒 不洗好像有一种 润泽的保护层在里面 洗完了 马上就特别痒 所以说从这点 我就觉得 我在一个年轻的时候 没有注意的一个细节 就是搓澡太严重 我觉得对皮肤可能 所害是不好的 从这点来说 所以大家防身躁 洗澡要注意这四点 洗澡时间不要过长 洗澡不要太勤 水温要适度 排一个措澡要适当 这四点做好了 我对于保护皮肤 防止身躁 有很多的 有很好的作用 我还听过好多老 人家讲过那么一句老话 叫一天一个早 风吹都能倒 也就是强调这个洗澡 还是不应该太频繁 对啊 尤其是对老人家来说 对 皮肤实际是一个保护层 是防止使外边的 外写起入人体的 第一个屏障 那在这个洗澡完之后 像刚才王教授提到 恐怕感觉到是更痒的 那为了缓解痒 咱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让我们的皮肤 滋润去除搔痒呢 我们让何博士 教给你具体的做法 好 有请何佳 好的 小季 那么如果皮肤干燥的话呢 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生活经验 那么就是在比如洗手 洗脸 洗完澡之后啊 就会抹一些润肤霜啊 润肤乳之类的滋润皮肤 那么今天啊 我就教大家一个 这个升级版的 加强版的润肤霜啊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要用到两样东西 我们厨房里的橄榄油 还有清水 非常的简单 怎么做呢 教给大家 我们把这个水和橄榄油啊 一比一调和 你看我用勺一摇一摇 两三勺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橄榄油呢 也是这么多 再来一勺 油和水的这个比例呢 就是一比一左右啊 好 然后下一步怎么样呢 现在这个油和水啊 还是分层的 你看分开的 所以呢 我们要大力的这个搅拌 让它这个油啊 这个油脂充分的乳化 跟这个水呢 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你看稍微搅一搅呢 这个颜色就变了 变成白白的稠稠的 哎呦 搅的力量太大了 啊 好 你看 现在这个油脂啊 呢 它和水呢 充分的融合到一起了 因为我们这个用的量比较少啊 不是特别的好搅 如果大家 这个呢 因为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现做 现 现搅 现用 比较好 再搅一搅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 乳化后的油脂呢 就比较 均匀了 好 那怎么用呢 在我们洗完枣啊 或者是刚刚清洁完皮肤之后啊 我们就用它来做一个底层 趁着这个皮肤还是比较湿润的时候 就先抹在皮肤上 我用这个手来代替哈 好 抹一圈 嗯 抹完了之后呢 哎 在这个抹完了橄榄油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用润肤霜啊 润肤乳啊 等等的 好 再来抹 可以拍一拍 给它加一些压力 让它尽快的吸收 好 稍微干燥一下 好 现在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两只手啊 一只手擦过了 一只手是加强版的 我的左手是加强版的润肤霜 而右手呢 什么都没有用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比较明显啊 好 那右手呢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干燥啊 都不好看 那么在左手呢 就非常的润了 有光泽 非常的湿润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 在抹润肤霜之前啊 先用这个橄榄油和水调和的 做一个底层的乳液 你学会了吗 希望可以缓解 您的这个皮肤搔痒的问题 好了 小季 好 谢谢何佳博士的介绍啊 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 很多缓解春噪的一些好办法啊 那最后 我们还是想请王教授 给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提到的健康要点 缓解春噪 是每个人需要提前做的 也就是说 缓解春噪的方法 有多种多样 比如从饮食上 体积上 应该适当注意 洗澡的方法 和血位按摩 我觉得都是缓解春噪的 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咱们每个人 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 选择缓解春噪的方法 这样就能度过咱们 春天春噪的季节 好 一连几天呢 我们也跟您提到了 春天养生的一个原则呢 其实从立春的时候啊 咱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到 春季养生最好的时节了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 掌握这些春季养生的好办法 让我们度过一个温暖 精神和滋润的春天 好 非常感谢王教授的介绍 也感谢我们现场100位观众 还有两位嘉宾 找健康之路 过健康生活 明天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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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 我 我 有 感谢观看